钥匙不小心拧断到锁里面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锁 也不管这个钥匙断的有多深 我们都不用花钱去请师傅修 其实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塑料瓶 几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出来 而且这个方法操作也非常简单好用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不管这个钥匙断的有多深 你来看这个钥匙断的非常的深是吧 而且一点也不忘了吐出是凹下去的 这个时候我们用个饮料瓶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出来 我们首先呢用这个饮料瓶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盖子给它先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们主要呢 就是用这个饮料瓶盖 操作的时候啊非常的简单 我们呢首先就是用一个搭火机 把这个饮料瓶我们给它先烤一下 我们来看就这样的一直靠这一个位置 我们看烤完后啊 这个饮料瓶会可以把它点燃了 点燃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烤 烤的时候啊我们看现在已经着了 着的时候啊让它先燃烧一下 我们看等它燃烧了一会 把这一块都让它先融化融化以后 然后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钥匙取下来 差不多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给吹灭吹灭之后 然后呢迅速的把它按压到这个断的钥匙上面 手不要抖就这样让它先冷却一下 我们看 好等它凉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松手了 松手看一下这个瓶盖牢牢的已经粘到这个锁匙上面了 然后呢我们迅速的把这个瓶盖拔下来 然后就可以把里边的钥匙给它带出来 我们来看拔的时候一定要迅速 我们看怎么样呢你看出来了是不是 而且呢这瓶盖粘在这个钥匙上面还非常的牢固 是不是很轻松就把它拔出来是吧 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 把它分享给你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